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fight 但是现在大家都说呢 奇怪了 这个凶手呢 怎么能够藏身在川普舞台的正对面呢 引发外界质疑说 哦 这美国的特勤局维安是不是有了大漏洞呢 现在呢 这个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就要求说 必须呢 要来传唤特勤局的局长齐特尔 要求他7月22号马上就要到听证会去作证了 怎么被叫到听证会去作证了呢 关林怎么可以到国会去作证呢 是不是扩权了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柯建宁 4月16号怎么说 他说蓝白国会改革是毁宪乱政 完全破坏了宪政的体制 哎呀 没收了我们的宪法呀 好 吴415621号也说 你看民主已死 国会沉沦 民进党团会以具体的行动 来向人民彰显国会程序正义的一个决心 我们一定会来捍卫他 好 但是问题是王鸿卫就说的奇怪了 那为什么美国特勤局长马上被叫去听证会去作证了呢 从美国国会的反应 可以看到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 国会调查权的重要性啊 也打脸了所谓的国会扩权的说法 还什么民主已死的标语 是不是通通都已经被证明根本就没这回事呢 那民进党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站出来高喊 美国的民主已死呢 好 网友也说你看民主已死啊 美国的青鸟怎么还 你们在干嘛啊 怎么还不赶快走上街头呢 好 又有网友说 哎呦 美国国会搞扩权啊 小心青鸟会飞出来哦 好 我们看到 川普被暗杀未遂 其实还不到十天 你看7月22号 马上特勤局长要立刻到国会的听证会去作证了 这么快的时间呢 套用民进党的逻辑 美国的国会议员不通都在搞克权吗 怎么没听到民进党骂说 美国的民主已经死透了呢 那民进党会不会去提醒美国说 哎呦 小心啊 青鸟可是要飞出来了呦 立文怎么看 我们已经多次在节目里头 举美国国会的例子 因为大家最熟悉嘛 经常在新闻或是电影里头 可以看到美国在召开听证会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议员是多么的不假词色 而且不只是对官员 包括对民间的一些重要的 比如说商业巨子啊 商业投资啊 那这些东西只要你牵涉到了 他们认为是跟国家利益 跟公共安全有关的时候 相关的案子 都会把你叫来国会问的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场景跟画面 我是不懂得为什么民进党呢 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声称说拥有听证权 叫做国会不当的扩权 所以美国国会呢 所以美国国会就是一个不当扩权的 最好的一个例子吗 如果民进党是这么的崇拜 美国的民主的话 那为什么美国民主的标准配备台湾 我们没有资格有吗 我们配不上吗 那美国国会上百年来 超过百年来都是如此在运作的 为什么台湾不行呢 那这不是非常的互相自相矛盾吗 那你看看美国国会 这一次呢 发生了这个重大的总统 前总统 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被枪击的案件 举世华然 你想想看 如果现在换身是台湾的国会的话 一定是讲说 哦你看 在野党的 因为共和党是在野党嘛 跟台湾一样嘛 共和党主持的国会嘛 在野党呢 你看在这个时候 在国家的伤口上撒盐 故意制造矛盾 制造恐慌 质疑我们自己的国安单位 一定背后一定是习近平纵容的 一定是习近平下令的 一定是习近平指挥的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现在美国国会 这些共和党 我看也是习近平指挥的啊 不然在这个时候 美国最需要弥平伤口 最需要强调团结的时候 为什么质疑自己的特勤人员呢 哇那你自己特勤人员 想要暗杀自己的前总统 那还得了啊 那这个国家不都崩解了吗 这不是习近平派来的 还是谁派来的呢 那你想想看 民进党平常的这些台词 这些话术 是多么的离谱 多么的荒谬啊 这是为什么会把特勤的 叫来问的原因 就是因为传出来说 川普呢 在整个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特勤局都不愿意配合 特勤局呢 都不愿意给川普呢 足够的规格的一个 安全的配备 其实美国的这种安全配备 我看在全世界以来 规格都是最高的 最严密的 动用最多的人手的 然后呢 花的资源 花的预算也是最高的 好 但是没有关系 可是呢 这段时间以来 就一直不断传出 而且呢 就说川普阵营呢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怨言 那是不是 特勤局呢 故意呢 给川普小携穿 给小携穿也就算了 结果现在呢 维安果然出现了 一个重大的漏洞 在一个这么乡下的 一个小地方 旁边并不是高楼大厦 林立啊 他们的一个标准的规格 前一天就要全部清空了 更何况是在 你这个厂 就是这个厂 这个活动周边的制高点 是一定要清空的 好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枪手呢 他是当天才进入的 他也并不是前一天 就潜伏在制高点 第一 制高点应该清空 第二 这个枪手呢 他居然是当天 大啦啦地走上去的 他其实是用长枪 他并不是用一个 小小的手枪 所以那是要带一个 很大的包袱吧 一个包包啊 带着他的所有这些 这么的就是大摇大摆的 走上去 居然都没有发现 也有传出来说 现场也有人看到 也有人觉得很奇怪 那现场都没有 为安人员吗 还是大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呢 就引起了非常多的 反弹跟质疑嘛 结果呢 他在高度呢 他在这个高处呢 不是对着川普开枪嘛 那后来呢 特勤人员的确是 现场就把这个枪手 杀手给击毙了 大家也在新闻上面看到了 结果现在呢 还传出来 有不知道是事实 还是阴谋论啦 就开枪的特勤人员 还曾经po文说 他要求开枪 结果上级制止他 就本来他可以在 之前就开枪的 上级制止他 那对手 对方呢 已经对川普开枪了 所以他才开枪 可是他说 他开枪的时候 上级还是没有给他指令 早就应该给他指令 开枪的阻击手说 他一直没有得到上级的指令 是他自己擅自 可能还有一点违背命令 开了这个枪 是不是事实 网络传言不得而知 但是引来共和党的暴怒 共和党就把气出在特勤上面 说这些都是特勤搞的 特勤的阴谋 或者是特勤严重的失职 背后有没有拜登的指使 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中间就扯出来了 很多的阴谋论 甚至于呢 最近呢 才终于下了决心 拿大把大把的银子 钞票啊 要支持川普的马斯克 大家知道 特斯拉的马斯克 也跳出来讲说呢 这个特勤啊 的老板特勤的局长啊 应该要下台 应该要负责 所以变成 整个共和党 都在谴责特勤 那这个东西 会牵涉到多大 他们想把这事情 闹到多大 不晓得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马上就叫来问啦 对不对 就叫来国会听证啦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基本标准配备 基本程序 在美国就是一定都是 这样上演的千篇一律啊 那所以呢 民进党的人呢 到底是要怎么样呢 所以民进党 长期这段时间啦 嘴巴上所讲的 所有的理由 都在反国会 反国会改革 反民主 台湾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宪政体制 就是说 我们是全世界 不是总统制的国家里头 总统权力最大的 我们是全世界 不是总统制的国家里头 行政部门最独大的 国会非常非常的残弱 为什么 因为国会没有武器嘛 我们国会的标准 配备不足嘛 他就设计来 让你狗废火车的 他就设计来 最好是国会议员 就做做秀就 国会议员要选举嘛 喜欢做秀 让他做秀 做完秀就完了 糊弄一下就结了 而没有办法真的实质 对我们的政策 施政还有我们的预算 产生有效的监督嘛 所以在这个长期 我们的国会 残弱的这种情况底下 才会说在二三十年前 民进党还有良心 还有一点点道德良心的时候 都是主张要 国会要改革的啊 都是主张国会要有这些听政权的啊 那现在通通都改口了 通通都不要了 通通都在捍卫 国民党以前的武权宪法 我觉得很错乱 现在说捍卫国民党以前的武权宪法 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完美的宪法 不能动 动就是反民主 现在变成民进党的 很奇怪 我都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一看嘛 你看到美国的示范 你就知道了 民进党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为了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没有什么鬼话说不出来的 对 看到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 真的这个国会改革 有这么十二不赦吗 为了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民进党是兵分四路 要这个上告宪法法庭 民进党甚至是还放话了 如果在党不接受 大法官视线的结果 那小心轻鸟 可是要飞出来的哦 但是台湾民营基金会的民调 显示说49.7%的民众 对大法官的公平性 没有信心 那么绿营的大佬林卓水 就感叹说 如果民众对大法官的评价 是这样的话 那实在是蛮让人担心的 现在有超过五成的民众 都说希望推动国会改革法案 然后也有进办的民众 质疑大法官的中立性 那民进党还要动辄说 青鸟会上街头 会包围立法院 这不就是有点像赵浩康说的是 打着民主在反民主了吗 那现在不管是这个国会改革 还是核电的演议 民进党好像现在动不动 就要把青鸟画在嘴边 难道是把青鸟当成是 这个绿营的党军吗 难道民进党要把这个台湾 真的激化导向 变成像美国的社会一样 已经是完全的对立了吗 习伟哥怎么看 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政府一直在搞群众运动 一直在用网军用媒体去修理他的竞争对手 这种政治是幼稚不成熟的 你说信不信任大法官 我觉得大家现在信不信任司法 大家信不信任政治人物的清白 不会贪污 大家信不信任现在的公投 法律上是具有效力的 我要先讲一个美国的听证 美国听证是很普遍被应用的 听证会是经常在开的 我前一阵子看到听证会里面最精彩的一个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被叫到国会去 就被国会议员当场骂他是骗子 骂他好凶你知道吗 那布林肯在那边话都讲不出来 而且你讲话你到底有多少的权力 你是很大美国第二号人物 但到国会一样你绝对是矮半截的 国会那个权威是真的是有的 他要对你的政府官员要弹劾 他也是有能力的 看看我们的国会 坦白讲真的是 人家讲没有爪子的老虎 我觉得也没有牙齿 也没有耳朵 也没有眼睛 你听证权调阅权都没有 然后你立的法律 民进党只要觉得说这个法律对他是不利的 马上就送去大法官视线 那这个大法官全部是前任的总统 他指派的 那大法官我们必须要讲的 全世界大法官都会有一点政治的倾向 你是民主党派的 你是共和党派的 都会有一些倾向 但是台湾的倾向是太过头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大法官的不信任 这是很正常的 你如果把它当作是百分之五十 超有一半的人不信任大法官 那我觉得还有一些有质疑态度的 那再加上去的话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大法官的制度 其实是可以废了 那至于说民进党 我觉得过去在野党 他在在野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 跟今天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做在野的时候讲的话 你要去比较一下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民进党今天 我尤其觉得民进党有几个委员 最好不要出来讲话了 我觉得真的很丢人 因为他经历过民进党在过去在野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的执政 讲的话怎么可以完全不一样呢 你这个立法委员的可信度 也是会被人家质疑的 所以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下来 变成说从上到下 把所有人民应该相信的政府的这个机制 全部都变成大家不信任的机制 这些要给人民维护到 他自己的法律 宪法的公平 正义 人权 他全部都没有保障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今天 如果真正要去拿川普这个选举来做例子的话 我觉得民进党更要去体认到一件事 大家去算一算美国的总统跟总统候选人 被刺杀的有几个 十二个 十二个 那这样的一个制度 你要不要觉得说 今天国安局的人 对于总统的候选人的人身保护 是不是应该拉到国会去做听证的成绩 另外一个我还在讲 大法官今天在做什么 核四不是公投了吗 不是公投结果要见核四吗 当行政院讲说不见的时候 是不是行政跟民意甚至跟立法机构 两个是冲突的 大法官本来就要视线来解释这个问题 大法官为什么没有做 大法官为什么没有做 当一个政府不被人民信任 疫苗也有问题 买鸡蛋也有问题 所有的人都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司法机关在哪里 蔡英文 博士到底有没有 论文到底有没有 那我们今天司法机关有没有拿出来讲 我说监察机关到哪里去了 大法官系统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的制度 被民进党完全破坏 所以我有只有一句话 不要讲不信任大法官 我觉得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也是人民不信任的 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独立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独立机关 跟想象中的独立机关 好像都不太一样呢 好 国会改革法案 这个民进党在立法院就表决 富裕都吞败 然后现在硬要视线来搏翻盘 难道现在是选举输了 也打算要来想定办法搞罢免重选了吗 基隆现在正在办所谓的换粮的罢免的连数 目前正在审查连数书 可是就传出有部分是相同的笔迹代签 甚至还有伪科印章的情况发生 所以现在基隆的选委会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慎重其事 准备要用双挂号的方式 来向这些连数人来求证 而且还公布了有九种的样态 是属于无效的连数 比方说如果说我寄了这个现实挂号信件 还附了回职给你 结果呢 预期都没有人招领 而且查无此人或者是拒领 这三种就算是无效的连数 还有如果你的查询单是有回复的 可是没有签名没有盖章 没有勾选是或否 或者是说是跟否都勾了 或者是你没有回复查询 或者是你超过了期间都没有回复查询 或者是你不符合规定的回复的形式等等 这六种也都不算 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九种 如果发现是有这九种情况 就属于是无效连数的样态 就直接把它归为无效 好了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连数行动的发起人 马上跳出来反弹 他说呢 文件本来就可以由他人来填写 只要本人签名就好了 所以字迹不一的话 这个未回寒就要踢除 让人感到非常的愤慨 不可置信 他因为主管机关应该要来 尽这个查队的责任 而不是要求人民来回应 填写连数就已经确实达到了 这个所谓的罢免意愿的表达了 你怎么可以因为我人没有在户籍地 就剥夺罢免的权利呢 他还嗆瞎说 你侍选委会如果有胆的话 直接踢掉1.3万份的连数 让罢免的第二阶段不成立 问题是 这上面讲的九种样态 有很不合情理吗 如果查无此人的时候 不是就应该要列为无效的连数吗 难道应该被列为合格的连数 这不是也是很荒谬吗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 李静勇呢 他还亲自带队到基隆去视察 还下令说 你查核时间40天太长了 要缩短变成30天 然后侧逸现在直接要把基隆 巡运会打成 你是在剥夺民众的罢免权吗 如果说查无此人 拒领了 预期没有人来领这个信件 通通都可以认定 是一个有效的连数的话 那请问找死人连数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民进党 党这样的权报法的修法 到底是不是说穿了 是穷尽一些办法 就是希望能够搞罢免呢 贵民委员怎么看 其实大罢免 本来就是民党的主轴 因为我们看到 他在立法院的这个席次呢 其实跟国民党的席次 只有一席之差了 那每一次呢 我们现在还好 就是说民众党呢 他可以根据议题的关系 跟这个在党能够合作 可以让很多的 其实应该要做的法案呢 应该要通过 这是第一点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从他的游戏规则上面 我们学法律的我们都知道 民进党最厉害的一个 从过往 他就是从他的设定游戏的规则 你看他不管是什么 党产会也好 促转会也好 他的目的是 一旦游戏规则定了之后呢 他就请君入瓮 所以你会看到 他知不知道复议 他会不 他没有办法成功 其实民进党 他都是法律人 他怎么会知道 他怎么会不知道 复议以现在的旗次上面来讲 他绝对不会过呢 所以他脑筋心知肚明 可是他念知在知的是什么 他要营造国会是一个乱象 所以他好借由这个东西 来做罢免的动作 所以你会看到 除了国会之外 他还想把县市地区的部分呢 非民进党执政的 全部都要把它变成蓝天变绿地 所以你看他 他从基隆开始 可是我们知道呢 简单来讲 刚刚提到说 签名的部分 笔记重复的部分 然后甚至好像有这个 司科印章的这个情况产生 谁应该介入呢 真的应该介入的是谁 其实就是法务部啊 司科这个印文 印文是一个这个文书 对不对 印章 用印 这个都是 他都会落入 伪造文书的部分 而且那个部分呢 是公诉罪啊 他不是告诉乃论罪啊 理论上 当你选务机关 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的相关的机构 提起公诉的单位 你本来就应该要介入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刚才提到就是说 他这个罢免的这个 他们在主张说 你怎么可以要求人民 他要做 现在就是这个 他是政府 他有一个查证的义务 他的查证义务就是说 当我发现 这个可能不是选民 他提出来的 所以我用发函的方式去问 这个就是查证的方式 这个怎么会变成 我们今天整个的民主体制呢 变成民党说了算 可是看到今天说的情况 是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的确是 你看大法官的这个 大法官在提问的时候 他是真的站在一个 法官的立场在提问吗 不是 他是先有预设立场 所以他在提问的时候呢 他希望请君入问 希望你跳到他的问题里面 他把你的回答 当成他在写判决书里面的 一个依据而已 同样的道理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 过往呢 在第十届的时候 立文跟我同样在 这个立法院里面 我们看到内政部呢 花敬群呢 他居然对于民众 我们讲居住不正义 社会社宅到底要多好户 他居然荒唐到 他认为只要发包出去 就算完成 所以老百姓 他不需要住 他只要发包完成 他就表示是完成 所以你看到整个事情 其实就回到 刚才虎哥提到的 基本上我们现在 整个政府是乱了套 他有没有按照 法律的规定来执行 他没有 可他有没有要求老百姓 要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当民主整个机制 被摧毁的时候呢 所有东西 我们反而从民主 走向极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有一个例子 就是什么呢 先前不是驻美代表 于大雷被指控 他福报账目吗 甚至是周刊 踢爆洋洋洒洒 说他烂花公堂 八百万元 来买奢华的家具呀 好 当时在里的立委 就要求呢 应该要来追查 到底采购了些什么 还被外交部 以密件为由 打了回票 现在外交部的调查报告 就出炉了 那么呢 这个驻美代表 于大雷呢 那么这个说啊 他这个代表处 买家具呢 其实是只花了 一百三十九万 并没有像媒体报道的 花了八百多万元 OK 如果说呢 这是一个可信的报告 那当然大家就接受 可是又有吹哨者 跳出来了 竟然说呢 其实外交部的 这份报告是 请于大雷他自己写的 王宏威就批评说 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不就等于是 球员兼裁判了吗 好了 现在到底 驻美代表处 有没有烂花公帑 有没有自肥 买这些奢侈品 到底花了多少钱 爆料周刊 跟我们的外交部的报告呢 还是各说各话 如果说今天 我们的国会 是有调查权 是有听证权的 那我们的立委就可以查呀 我们的政府 还敢什么都列为密件吗 还会爆出这么多 奇奇怪怪的案件 甚至是有可能是 官员自己调查 自己的这种荒谬剧 还会发生吗 董哥怎么看 因为外交部 把机密当作折袖部 如果照于 宜大雷手讲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哪是机密 买床 买咖啡机 买沙发 这些哪是机密 他这个百分之百 是有问题 那外交部 他一定是 宜大雷 透过非常多的人 去跟外交部 求情讲了一对话 然后变成 由他写的东西 在城上来 因为你看不出 任何机密的需要 所以外交部 这个脸丢大了 我觉得林家隆 去当这个官 让人瞧不起 他不敢办嘛 他在保自己的官位嘛 我们外管 出了多少问题 我们邦交国这么少 然后这些人 用的钱比过去 跟多 多非常多 今天监察院上午 谈和庄绍汉 庄绍汉 我们在座大家 跟他算手啦 立文 还有卓许会老县长 他们因为新北市嘛 杏梢成立 只有一票反对 全部通过 他驻泰国代表 我们现在是七月对不对 五月 菲律宾代表 叫习佩勇 也是杏梢成立 这我们的外管 闲闲没事干 就杏梢女员工 我老实讲 这种事情 太可怕太多了 这些人出去 是作威作福 我们听到都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到外面 去采访去干嘛 碰到外馆都会抱怨 他们那些代表 怎么样怎么样 好 有一个大法官出身 叫罗昌花 他现在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 我们在全世界 能够有这样国际性的代表 这大概就是唯一一个 他当过大法官 结果现在被指控 他怎么样 他太太是法官退休 太太接过去住 然后说这个地方 家里住得很不满意 家里跟就是官邸 跟代表处的地板铺起来 为什么我们家的比较差 那边比较好 都可以找人来骂 你知道那是瑞士 他还把瑞士的雇言 有两个雇言 要把人家解雇 说不好 自己还设一个采购小组 这采购小组 所有管理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加入 然后家里找来骂 就随时在网上 大家一起来讨论 他们家的哪里不好 然后他上任以后 说他的兵士车太老 他不要用这部车 他用外管 用来载外边的车握我 把人家站为己用 那你那部兵士车 没有人敢用啊 是不是 后来被外交部 人家也跟外交部讲 外交部才要求说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 后来他才还回来 这个人干过大法官 大法官之外 还干过什么 台湾大协法律系的 系主任院长 各位 你现在看 只要挺民进党 我得到一个位置 我都敢 我老实讲 是不是 刚刚大法官 其实地位都高 大家可以想想 又派去那边当代表 我讲我们整个外管 都已经烂掉了 邦交国这么少 然后钱拼命花 对不对 大家看 陈寅健是我们驻施机的代表 他用了60万 买了80几项的电子器 什么耳机 音响 什么都 通通带回家 被人家捡取 不过前几天的事 那你现在说 我们送年证 这种事情太好查了 后来他排去关岛 东西 报废 气没有多久 报废了89项 外交部说 你怎么报废那么多 他说因为台风吹坏了 外国说 你住的是当地最高的 其他下面都没淹水 你家会淹水吗 我有时候看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 都被蒙蔽了 那我觉得说 林家龙 他当然去这个位置 他觉得很伪奇 为什么 林家龙被调去外交部 他不能培养 他的乙役 你知道吗 他在交通部 有很多资源 这边有建设 交通部是首尔部会里面 建设钱最多的 所以他可以养很多人 那大家被他养了以后 他的派系 政国会就很大了 他的外交部 外交部都是专业的 外交人员 品格都那么差吗 你要去管一管嘛 我们的邦交国 已经这么少了 还拼命花这一钱 今天我们写到 外交所有的新闻 都是互面 我们没有正面的外交新闻 不是这些外管人员 在贪 在乌 在搞东搞西 要不然就性骚 你有看到 我们在邦交国有进展吗 没有 民进党任内 我们邦交国节节败退 实在很丢脸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AI在全球刮起了旋风 民进党当然也赶快大内宣说 台湾就是全球AI的产业的核心 但是黄仁勋他就真的 把关键给点出来了 他提醒大家 AI的超级电脑需要足够的电力 台湾面临电力限度 将会变成一大挑战呢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部当然说 自己绝对不缺电的 我们来看到 这个经济部 现在有了一份最新的 全国电力供需报告出炉 告诉大家说 你看AI用电需求是会增加的 预估2023年 我们其实需要的是24万千瓦 可是到了2028年 预估会增加到224万千瓦 你看没有过几年之后 我们差了200万千瓦的电 五年要成长八倍 这个怎么办才好 你看AI新增的用电量 比这个核三要退役的机组 两个机组加起来都还要来得更多 那怎么办呢 不是完蛋了吗 结果没有关系 你看我们未来十年的夜间 备用容量率之后 你会大吃一惊 你看最近真的是很惨的 你看包括2024年平均是8.1% 预估2025呢 8.5%到2026 10.3% 2027是8.5% 接下来这四年 晚上的时候都很有可能会跳电 为什么呢 因为夜间的这个尖锋备用容量呢 法定应该要15% 根本连一半都不到 那不是要跳电了吗 可是接下来就要节节高升了 你看2028年 就是13啊 然后就跳20啊 在跳23啊 甚至是23.9% 我们的夜间备用容量率 马上就要达标了 而且还会步步高涨 你看是直接暴增变成 原本的两倍之多 怎么这么强 这电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现在能源属书 我们的这个夜间风供电 扣掉光电 其实备用容量 还有这个备转容量是相当的 所以虽然说目前只有8% 可是晚上是够用的呀 所以呢 但不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的用电根本在走钢索吗 再来啦 那这两倍暴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到2030 我们的备用的容量就可以马上变成两倍了 那不是太厉害了吗 只有经济部啊 坦白说了大实话 他说其实呢 我们的机组建设啊 变数是很多的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叫做宽估值 那不是就是梦想很伟大 梦里什么都有吗 好 为什么可以算出这么宽的估值呢 原来是因为啊 四阶环平卡关的 协和电厂的燃气机组 还有已经确定会延宕的 这个离岸风电 三之一三之二期 通通都被加进到了 这个宽估值内啊 所以那不就是卡关机组都列入供电 那叫做灌水跟美化数字吗 好 我们看到经济部 全国电力的供需报告怎么说呢 说啊 我们2024的绿电占比只有12.1% 可是2025年呢 我们就会提升到15%了 更厉害的是2026年的时候呢 马上变成20% 一年之内可以暴增5%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已经规划要新增大潭啊 通宵啊 台中啊 新达 大林协和 还有明依森霸 中佳等等等的燃气机组 预估到2033年呢 就可以净增加1786万的千瓦 新增的设置是远远大于机组的厨艺啊 但是看到没有 通通都是燃气机组哦 所以我们的燃煤跟燃气 会高达75%呀 好了 当然会面对挑战跟质疑了哦 所以我们的这个能源署长怎么说 他说哎呀 没有嘛 我们只是能源转型阶段呢 当然还是需要要有燃气的机组来发电扮演一个桥接的角色啊 问题是啊 我们还在想办法扩增燃气呢 结果呢 你看看人家意大利人怎么说呢 意大利能源部长说 光电风力等等的再生能源呢 其实是无法提供我们需要的安全的供电的 为了保证拥有干净的能源 核能我们到2050年至少要达到11%哦 意大利先要全力的来拼核电 结果呢 我们的非核家园看起来马上就要变成火电家园了不是吗 好 民进党信誓旦旦说2030不缺电就算有AI的吃电怪兽 没有关系我们的电烟角木啊 问题是少了核电电哪里来呢 原来通通都是灌水美化数字来的吗 所以啦 这政府明明知道新增基础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还是把它算了进去 难道真的是用灌水也可以发电吗 西伟哥怎么看 其实啊 从这个经济部过去跟能源相关的单位啊 对我们的发电啊 提出来的数字我从来没有质疑过 因为我从来就不相信 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危机啊 我举一个例子来做比较好了 在2030年 欧盟预备绿色的能源 包括再生能源 是60% 所谓的这个火力发电是40% 那台湾呢 是刚好倒过来 台湾是火力发电还是75% 跟现在讲的数字一样 但是绿色的能源呢 大概他们预估就是25% 各位去比较一下 60%跟25% 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我必须要讲台电讲的数字一定达得到了 因为你拼命盖火力发电厂的话 你发电量绝对达得到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出钱就好了嘛 盖电厂就好了 对不对 人民付电费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最大的问题是出在 将来我们的排碳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我要跟各位讲 民进党去反对核能发电 现在他们估计是说 4%的电是从核能来的 各位知道 欧盟现在核能发电 占的是25% 所以发电 四分之一是核能发电 现在欧洲国家 核能发电还要再增加 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们的火力发电 是一定要想办法去减少 一直减少 一直减少 为什么 它要符合所谓的净碳排放 他们不但要零碳 还要净碳排放 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欧盟是准备了非常多的钱 我讲的是几十兆的欧元 他们预备用来做发电 跟做电的运输 然后他们甚至把欧盟 所有的发电 像法国是核电最多 占50% 法国用核电发出来的电 可以运到其他的欧盟的国家 欧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电网 我们回头再看台湾 如果我们还是继续做火力发电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你知道火力发电 对人民不只是碳的问题 全球暖化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里面的PM2.5 那些维系的颗粒 对我们人民的伤害有多大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在做现场的时候 林口火力发电机组 第二个机组开始发电 那时候环保局局长 叫邓家基 他跑来跟我报告 他说报告现场 我们现在二氧化碳 碳的排放 50%是领口的火力发电厂造成的 50%哦 全台北线 400万的人口 里面50%的二氧化碳排放 是领口的火力发电厂 它是燃煤的机组 那你想PM2.5 对我们的健康的伤害有多大 我举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我们民进党的官员 完全就无视国际上的压力吗 碳税的问题 国家到底要交多少 人民的健康影响 国家到底要负担多少 人民要受苦多少 完全没有顾到这个 完全没有顾到 我们对于全球暖化 应该去尽到的责任 没有 我看到的一个政府是一个 不是幼稚的而已 它是一个土匪强盗的政府 它在抢夺台湾人民的财产 而且它为什么是强盗土匪 是国际上通通规定 你不可以做的事情 你必须要去减碳 你要去减少用火力发电 你要多用绿能 结果你通通不去做 国外也讲得很清楚 火力发电将来不能成为主流 但是更重要的 绿能发电里面包括有几项 我们都没有做 第一个水力发电 海洋潮汐的发电 我们国内的专家早就做过计划的研究 台湾的西海岸 有一个部分做风力发电 是全球最好的位置 我们都没有做 我们的洋流发电 水力发电我们也没有做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对于将来的绿能 风力跟太阳能板 我们的规划还是那么少 发电量还是那么少 那对于新的绿能的科技 我们也没有做研发 国外通通在做绿能科技的研发 我们也没做 我现在看到的就说 民进党就是一个无头苍蝇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到了今天为止 我觉得人民应该起来站起来 我觉得大法官 你赶快去把民进党这些绿能的政策 你也做一个视线好不好 那核四的公投 为什么 公投完了之后 民进党政府可以不执行 我对民进党政府 我是无言的 因为我觉得根本就不可理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都很怕随时会不会掉电 尤其是未来四年的夜间 备用容量率 根据我们经济部给的报告 只有8%上下 但是经济部告诉大家 不要紧张 没有关系 撑一下 只要到了2030年 我们的备载电力 会直接达到20%以上 而且到时候 已经没有核电了 全都退场了 所以这个猛爆性的成长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经济部说是因为 绿电的占比到了2026 会扩大到20% 问题是经济部自己的报告 都说了2025年只有15% 所以是一年之内 马上可以变成20% 增加5% 在蔡英文执政8年之下 都办不到的事情 有可能是一年之内 就升出5%的绿电吗 而政府预定说 2030绿电占比要到24.7% 在没有核电之下 不代表着就是要用火力发电 全开了吗 那民进党不是最喜欢喊证明吗 不就是应该赶快要证明 把非核家园改成火电家园 才对吗 贵美人怎么看 对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缺电的问题 大家心知肚明 从过往发生的这件事件 都可以印证 现在不管怎么样去提它 我跟其实跟周县长一样 我对民进党出来的数据 从来没有相信过 因为过往呢 我就先拿这个足迹总处出来讲说 家户所得呢 每一户呢 它有1600多万 那时候我们在咨询它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说他自己其实没看过这个单据 所以他出来的任何的数据 基本上来讲我不相信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 以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 我们整个能源的政策 它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它并不是说 你短期之间 然后你要去应应它 你可以马上的就能够反应 我们看到民进党 把所有可以准备的时间呢 全部都耽搁掉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局面呢 是说比如说核电的部分呢 因为政治挂帅的关系 然后核能不行 即便全球认为核能 它是一个新绿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包括佟梓贤也出来 跳出来讲话 也包括李远泽也跳出来讲话 我们讲了那么久 他不相信说我们是在野 那你现在同样的支持 你的人出来讲 你总该相信了吧 你总该听了吧 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没有 再加上我们看到 黄仁勋来的时候 大家只有注意到 黄仁勋的旋风 黄仁勋的旋风呢 他告诉了全世界 本来我们在其他的场合 刚刚前面董哥也提到 现在在国际间 我们大部分的都是负面的讯息 唯一的一个正面的讯息 就是我们的半导地产业 就是我们的AI 未来能不能够AI 再成为台湾的一个 下一代的护国神山群 可是这些的东西 它都非常的需要用电 我们看到台积电 它外移 不管是到熊本也好 到美国也好 到Dresden也好 它为什么外移呢 你台湾 我们能够供应给它的这个电 然后这个水 如果这些的基础设施 都可以供应给它 我们可以把技术留在台湾 人才留在台湾 然后我们可以把资本 从国外引进 再创一波 原来我们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那个时候的风光 可是在现在的一个情况之下 缺水缺电 零零种种东西都没有 我们去让日本一个小 原来一个小畅 熊本现在会发展的非常非常好 这些的原因是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不禁民间 不禁怀疑就是说 到底我们的行政单位 是要故意的造成这样的缺电缺水的情形 让我们的产业外移 然后让我们台湾 让台湾被掏空 还是真的 它没有专业 它听不懂 我要讲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像刚才周会长提到的 台湾是以一个出口为导向的一个经济体 我们不像欧洲 不像美国 不像中国大陆 它有它的整个大的市场 它可以内需解决 我们将来出口 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说 现在ESG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全球暖化 我们要净零排放 2050要净零排放的情形 如果我们不能够配合 我们所有的出口的部分 我们的成本是增加的 我们的竞争力是减少 这样子我们还能够维持 不要讲说维持今天的经济状态 我觉得将来恐怕是整个的崩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 台湾民集会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下降了4.3% 游盈龙认为就是因为郑文灿涉贪造成的震撼 但是曾经被郑文灿沿览到桃源航空城 去当董事长的王毅川就说 你们大家不可以因为郑文灿一两个案子 就把它在桃源的建设都当成是贪污 结果兰茵马上直接揭露了王毅川本人也有关系 他在台中当交通局长的时候 花博惨愧了20亿 还被监察院纠正 结果补选立委败选之后 他就被沿览到桃源航空城公司去任职 郑文灿等于是巧立明目 设立什么董事长 总经理等等的高阶管理职位 等于是根本地都还没有征收好 每一年就先花一千多万来养荣源 好了 专江村就爆料说 王毅川在担任航空城董事长期间 还私下挪用预算 和营造公司一起合作发股票 成立一个桃源雅系创新公司 市政府出钱出土地 结果隔年才到议会去补审 当时还引发了议会 是直接把赶出议场去 当然大家都不是说 完全否定郑文灿所有的政绩 但问题是如果说真的是像这样 变相掏工市场还不给议会 来监督的话 那请问他主政八年到底有多少钱 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被无鬼搬运搬走了呢 董哥怎么看 其实王毅川在办发布的时候 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他的发布光发不好看 菜也很重要 所以就从故宫借出了醉意白菜 去展览 那个被骂的办事 监察院通过弹劾 那你讲这个就是说 这个人可能有他的创意跟点子 但是现在为什么出来帮郑文灿呢 当然要报答一下 王毅川 我就观察他那天为什么出来讲 本来郑文灿那个事情 因为以为说要申请羁押 又没有嘛 申押没有后准 大概搞了一个礼拜 王毅川讲那一天的背景是什么 那天联合报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民进党都沉默了 沉默了民进党 又没有人声言他嘛 就觉得好像很悲惨 那是在联合报的黑白机 所以当天 苏巧慧跟王毅川就出来讲 就开始又声言 我听了哈哈大笑 其实他其实是要回应联合报 那王毅川讲的最可笑 因为他是受郑文灿的恩德嘛 航空城到现在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去领那个钱 过去如果八字没有一撇的时候 都是找官员去监 你们监 监到最后真的有那个以后 才真正找专业人才下去 现在什么都没有嘛 航空城讲这么久了 那你可以看到 郑文灿那时候为什么 有这么多的案子都跟他有关 王毅川讲说不能 因为一两个案子 哪是一两个案子 郑文灿一头拉骨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光郑妈妈过世的时候 用的那块地就是 就是一个违法的殡葬业的嘛 对不对 而且违法还是被那时候的桃园 自己认定 你都认定他的违法 你还去用 因为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地 因为那时候实在太多人了 兵特有两万多人嘛 我们一般用布子签 还没办法签 后来干脆用一片墙来让大家签 然后很多人进不去 没关系 我们就县长县长拍 然后你们在外面看 这个实在是非常大 非常盛大 那大家还记得吧 桃园市以前属于桃园县 后来升格以后就叫桃园区 桃园区的游泳池 因为池端脱落 那时候后来评估 发现说用60万 赶快再把它弄回去 后来追加预算追加到多少 你知道吗 1520万 60万追加到1520万 然后后来还做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郑文山 所以你如果到桃园去 经过凭证 你就会想起凭证 那时候整个的地下停车场 盖到一半弹下来 四个工人压死一个一个重伤 就是郑文山 那当然最荒唐最有名的 巴德的乙毛球长 在打乙毛球 整个天老板 全部降下来 CNN有报道 各位台湾阳明国际 这是郑文山 大家都忘了吗 所以一件接一件 跟荒唐是什么样 我告诉你 杨梅 杨梅的西政中心 他用他的本事 申请到 钱证议算两亿 然后他没有做水文相关的 那个旧盖了 后来极降雨降了以后 这个西政中心很厉害 上湖浮起来 四十五公分 各位你听了 这些不可思议 什么很奇妙的工程 都在桃园发生了